中华民国文化部部长龙英台在最近发表的文章 台湾人为何不想统一中比喻 民主有如衣食住行般落实在台湾人的生活中 而对大部分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 他的文章最近在大陆网站上传播引起了极大的回响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 对于这个议题两岸民众是怎么说的 台湾人为何不想统一文章中 龙英台说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 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 龙英台近年来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指出民主制度的优点 而他1985年的畅销著作《野火急》 是80年代对台湾民主发展极具影响的一本书 不少大陆民众因此对他也不陌生 他也是要想用比较感性的东西来说明台湾人 为什么必想跟中国同意 资深政治评论家林宝华2006年3月迁居台湾台北 他表示当然不想和中共统一 台湾人为何不想统一的文章中说 台湾政府大楼为民众开放 办手续一路通行无阻 民众出国旅游或进修 不需要经过层层批准 想出版书籍也不需事先经过审查 政府的年度预算都在网上公开提供查询 台湾民众习惯看到离职官员搬离官邸撤去秘书 取消福利和特资 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下台 法律保障民众的权利 需要病床不需经过贿赂 台北的一名刘建筑师也认为 从地理 政治 经济 文化各个角度来比较 台湾人都不愿意与中共统一 我们就是他的喉咙 我们的地位变很重要 我们控制太平洋 不就变成一个军事基地 一天到晚受军事威胁 中国他们政治完全没有上轨道 随便一个薄熙来 他的地位就可以杀人放火 这完全不可以信任这种政府 经济面 你看他们现在商人 黑心食物 房子用竹子钢筋 太感慨了 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道德感 台湾的民主走到今天 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 和许多民主人士的牺牲 台湾药品代理商陈立云认为 目前台湾人希望更民主更进步 或许大陆民众无法了解 目前网上有超过十万大陆民众回贴 关注这一议题 但是一位贵州网友提出疑问 他表示 大陆领导者们希望在一国两制下 和你们统一 共同建设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 这难道不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吗 为什么非要追求谁成为领导者呢 龙应台在文章中说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 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 对大部分台湾人而言 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 极其具体 一点不抽象